作词 李宗盛 作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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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 不知从何时开始 我有一种坚持 和这个看脸的世界对峙 真是成为了奢侈 是假却自以为是 连快乐都是疼痛的姿势 却还成为了历史 完美是种常识 每个人都努力更加精致 不管世界多放肆 我知道我的名字 生活的意义 能不知如此 做一个 独一无二的自己 真实的百无惊奇 虚假的情回敏 因为我 就是唯一中的唯一 要做真实的自己 绝不会轻言放弃 这一个独一无二的自己 也许并不够美丽 但情好好珍惜 我愿意 我愿意 与你写下爱的奇迹 无论幻想不及 无论幻想不及 只要一路上有你 那我就不要你这张脸了 我要整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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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打开 你 要 要 那 你 要 他 在 他 如果你不想多生事端 最好就别踏进这个门 我只是想来送送芝姐 你能控制自己的情绪吗 知道怎么面对于家姐吗 虽然我跟芝姐在一起的时候 无名无分 但这些我都不在乎 我也不是想来争什么 我只是想送她最后一场 就算我知道 这样会对不起芝姐 你现在才想起来对不起她 你当初走着一步时候 为什么不想 我知道你瞧不起我 但我跟芝姐是真感情 就算是真的也是偷了呀 你自己想清楚 大嫂 请芝姐 多保重身体 跟董事长比起来 要真是自残行贿 董事长在世的时候 为公司兢兢业业 辛苦劳累 他平时要是多给我们 一些机会的话 也不至于会发生 这样的事情 不过大嫂放心 接下来公司的事情 就交给我们 让我们来弥补 对董事长的愧疚 让赵总费心了 您说 听说这张照片是你拍的 还有天赋 赵叔叔就喜欢这种 有追求 有理想的年轻人 我有个朋友是摄影大师 改天我介绍给你 一定会对你的摄影事业 有很大的帮助 多谢赵叔叔关心 摄影一直是我的理想 而且我会一直坚持下去 不过 我会先替我爸管理好公司 把公司做好 真没想到 影术这么懂事 你爸爸虽然去世了 但是有赵叔叔顶着 实在不行的话 赵叔叔 来给你做这个助理 助理这种事情 还是交给年轻人去做吧 他怎么回来了 回来的正是时候 慢着 你没有资格 记败欧诺的董事长 你以为你叫将军 你就真的是将军了 大家要提防小人哪 将军是干什么的 一将功成万古枯 不防着他 我们早晚要古枯了 将军是我爸最好的兄弟 他就是我的叔叔 他有这个资格 最好的兄弟 那当年谁让董事长 背了黑锅 受到证监会的调查 自己却一走了之 消失了五年呢 董事长现在尸骨未寒 他偏偏这个时候出现 是何居心呢 于公 我拥有偶挪 百分之十五的股份 我是以股东的身份 来祭拜我的董事长 于私 董事长去世事 求家的家事 命述既然叫我叔叔 我就是以兄弟的身份 来祭拜我的大哥 今天到场的 都是智杰的至亲和至友 感谢这些年 大家对求家的帮助和厚爱 我想 如果智杰还在的话 也希望大家可以送他 最后一程吧 进来的都是客 请试完最后的礼吧 殷叔啊 舅舅跟你说 这些人 全部都是吃骨头不吐渣子的老虎 舅舅 我今天不想说这些 舅舅舅舅不会害你 舅舅是你的亲人 董事长死了以后 他们都想着 怎么去算计你 殷叔啊 你永远要记住 只有小舅是你这边的 小弟姐 出大事了 咱们董事长死了 说没就没了 她老婆不是还很年轻呢 是啊 那完美的身材 那张美到令人窒息的脸蛋 美女就是有先天的优势 别说死个老公了 就算离个婚 也能拿到一大笔财产 像我们这种平凡的小小女 真的要是遇到这种事情 说不定还会露宿街头 改家更是难于上晴天 放心吧 美风 你很快就可以另一眼看我 借我点钱 我是月光公主 不跟你借就不错了 不过 你以后要是有钱了 可以借我点 喂 好嘞 好嘞 马上到 先借来用用 以后还你 孟总 公司为了刀念董事长 现在商场已经停业三天了 您看什么时候恢复营业 我们好做一下安排 这个事问我就对了 我毕竟是董事长的小舅子 也是公司的开国元勋之一 我看明天吧 老翁啊 你虽然是董事长的小舅子 但是职位上比较尴尬 这么重要的决定 我看还是问我们赵总吧 这个问题 还是问我们的小邱总吧 英树现在还很年轻 对公司的业务不熟悉 赵总对市场把握精准 这个决定啊 还得你来做呀 那 几位董事觉得呢 这种事啊 当然得听赵总的 嗯 姐啊 这张面膜来服服 书柜上呢 魔法施加的 好小爹 这什么东西啊 哎 你要整容这么大事 怎么都不跟我们商量一下 不就是去开个眼角 垫个鼻子 打个瘦点针吗 现在很普通的好不好 所有人都在做 微整形需要花这么多钱啊 我前两天刚看一女的那鼻子 把她按一下就垮了 这还天天手机上都有新闻说什么 有人整容死在手术台上 你知道这手术风险有多大吗 这万一手术不成功的话 这什么后遗症的 你承受得了吗你 小婷 你说的这些我都知道 有任何风险我也会自己承担 但我已经决定了 这个风险是值得的 陶小迪我不会让你去的 咱们俩从小就长得特别像 我每天早上起来看 你就跟照镜子一样 我没有办法想象你换了一张脸 会是什么样的 所以你放心 只要你不整容 你做什么我都绝对不会去阻拦 小婷 别再说 你 淳飞你坐我身上踩过去 别搞错了 我是姐姐 开始管我了 你别跟我姐姐的 你就比我大一岁 你别给我找借口 我想去过更好的人生 这有错吗 我才不管呢 反正我是不会让你去的 我去让你一夜成名 你 我去 我去 你 你 我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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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什么意思啊 这里说的是 英硕 营寿 球太太 贺瑞斯 你怎么来了 我来看看你 董事长 那我先出去了 小婷 怎么了 姐 我今天有事 你就去帮我顶天班吧 回头我带你观夜市 真的假的 成交 放心包在我身上 去吧 外面天气那么好 要不然出去冲冲浪 散散心 这门外的风浪 已经够大的了 都要把我们给冲跑了 他们呀 我还真不会跟他们客气 营淑 有些事情 你也不能太自信了 现在欧诺 处于最关键的时刻 不能出一点点的差错 我有时间 也会经常来公司 帮帮帮你 我要让他们知道 即便你父亲不在了 欧诺永远都信求 你放心 这是我的责任 我一定会扛起来的 你父亲要是能听到这些话 一定会很欣慰的 我能跟你商量件事吗 请说 我现在非常需要一个资深的前辈 来代代我 让我尽快掌握公司 所有的情况 那要不然 让老翁过来帮帮你 舅舅他 身名有余 能力不足 对市场也不了解 他不适合 其实我已经有了最佳的人选 是谁 除了他没有别人更合适了 我不同意 我还没说是谁 你就不同意 我当然知道你说的是谁 不就是将军吗 从小到大 你只听他的话 你最佩服的就是他 可是他已经离开欧诺五年了 这五年里面发生了什么事情 我们根本就不清楚 况且以前 虽然我不知道你们以前发生过什么 但就由我对将军的了解 没有什么大不了的 殷淑 你还很年轻 有些事情你现在还不是考虑得很周全 他当初因为什么走的 你忘了吗 更何况他跟赵贤明两个人是死对头 如果在这个时候他回来了 董事会是不会同意的 不论过去发生过什么 我的选择一定不会错 请你相信我 好 好 好 喂 你好 桃晓丁小姐 今天上午十一点的手术 请您带身份证准时到 好的 谢谢 身份证呢 你这次回来 估计欧诺那帮老家伙会大吃一惊吧 这帮老家伙 估计啊 觉都睡不安稳喽 你不知道这世界上有种药 叫安眠药啊 这些年你一点都没变 懂你的惜之如命 不懂你的 恨之如骨 不过话又说回来 无论外界怎么评价你跟他们俩的事情 我始终觉得 你们的结局应该不至于是这样了 会有遗憾吗 遗憾 我从来不想这些事 过去改变不了 未来也控制不了 如果说真的遗憾的话 应该是求智姐 五年了 我有多少话想跟她说 没机会听了 照你这么说 那你现在最重要的事情就是找到优盘 想好怎么解决了吗 唯一的线索 就是哪天在酒店我撞到的那个女孩 这茫茫人海的 上哪儿找啊 你们怎么闯女更衣室啊 她的嫡 有件事情 需要你配合调查一下 什么事 什么事你自己应该知道啊 你拿过什么东西 谁 我听不明白你在说什么 着急赶时间呢 太下笛 你现在涉嫌盗窃 有责任配合我们调查 如果此事与你无关的话 我们自然会放你走 请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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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就在我身边呢 要不我把电话给他 喂 英硕啊 有件事我想和你谈 你过来一下欧诺好吗 有什么事情 就在电话里说吧 我不想再回欧诺了 有件事我想再当面 和你确认一下 那你等着我吧 就在欧诺旁边 咖啡厅见吧 好吧 那我告诉他 好 我知道了 英硕给我打电话 听口气还挺严肃的 看来又有麻烦了 我过去一趟啊 你现在有个更大的麻烦了 英硕她的妈妈 现在也在找你 而且同样非常严肃 我可告诉你了啊 时间地点马上发过来 来了 走了 喂 认路吗 要不要我带你去啊 还有什么好说的 包呢 包是在我这儿啊 那我总得帮客户保管一下吧 那你为什么不上交给我们保安部啊 给你们 谁知道安不安全啊 这万一怎么着了 现在客户投诉了 快点把东西交出来 行吧 我去给你们拿 那我们跟你一起去 行吧 行吧 好 站住 你慢点 站住 人呢 这跑哪儿去了 那儿呢 坐 快 这 这人呢 在那儿吧 追 快 快 走 那儿呢 去去去去 让一下 让一下 妈 不是让一下啊 让一下啊 站住 看着点 这才跑哪儿跑 你们认错人了吧 桃小迪 你以为你换身衣服 我们就不认识你了 我不是桃小迪 我叫桃小挺 你们找错了 跟我们去保安室走一趟吧 对 走走走 我不是桃小迪 你们找错了 都说你们找错了 放开我 真没骗人 你们就 坐下 你这还随时改变剧情呢 你看看 桃小迪 别逼我报警 桃小迪 喂 你给我把钱送回来 小挺啊 这钱我已经花了 你告诉他们 这钱我会还给他们的 桃小姐 你的手术马上就要开始了 请你准备一下 你不是说你不去整容了吗 喂 喂 住手 你这偷着东西还想跑是吧 保安大哥 我求求你们了 你们让我出去一下 我有急事 我真的特别着急 我回来以后 任凭你们处置行不行 不 你当我们保安都是傻子呀 我 我真急事 人命关天 我去医院 我求求你们了 我求你们了 这变装秀完了之后 又来个苦情戏 你 是你最后一次 以这张脸 出现在这个世界上 再也不见了 桃小弟 你站住 桃小弟 站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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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板 买你的车 我买 引他走 衣服给我了 好 这是老苹果 站住 站住 药医杀到了 药医杀到了 小心车 小心车 你 你谁啊你 小妹呀 小妹呀小妹 信不信我换药转你呀 要不要上我的车带你跑啊 带上报警了 快走 站住 师傅 送我去臭梅整心医院 再快点 我已经去最快的 我一定要找机会 从他身上找到U盘 你好 今天是不是有一个叫桃小迪的做手术 不好意思啊小姐 我们不能随便透露病人的隐私 不是隐私 我是她妹妹她是我姐 你好 好的 桃小迪 桃小迪你在里面吗 桃小迪 你给我出来 你给我出来 桃小迪 我求你了 你出来啊 桃小迪 我求你了 桃小迪 桃小迪 你出来啊 吵什么吵 护士 你来得正好 我姐在里面做手术呢 我求求你开开门 让我进去一下好不好 我求求你了 是找桃小迪吗 我们现在是不会让你进去的 现在正在手术中 他只是一时糊涂 他以后一定会后悔 我求你了 你让我进去一下好门 敬一下我求你了 现在医生已经在里面给病人开刀了 你这么吵闹让医生分心 到时候手术出现纰漏 真出了什么事情 那可就不是我们的责任了 你自己考虑清楚 《乱男人公司》 她来enge日 我可以帮你洗脸上去 你从什么手术 让你开药 焯性的 행为 besch慱 还好你没走 有你姐的电话 你帮她接一下吧 喂 方小弟 我们是欧诺的保安 如果你三十分钟之内不回来 我们就报警 别报警 怎么还没走 师傅 小姐 我赚点钱不容易吗 你都没给钱的 那行 回去一起给你啊 走走走 走走走 多少钱啊 师傅 多少钱啊 一百块了 多少 一百啊 你怎么不去抢啊你 他做了多长时间啊 一百 这 最多二十 那我还等你呢 加上你等我的时间 最多三十 三十就三十了 喂 喂 雷 我 微信转给你 我绝对不会差你的 天发号码 一三八七九六二四九五三 通过验证啊 好了 好了 不是我手心死尽的 自己看不怪我 是不是就不想给钱啊 我如果 反正你现在有我的号码 我只要回去一有钱 我立刻转给你 好不好 我不要你给我转 我就要先进 明天还是这个时候 还是这个地方 把钱给到我手里 反正今天被冤枉成这样 我都回来了 不差你一个 猫急啊 明天见 不要想跑啊 你还知道回来啊你 本来就没想走 刚刚只有一点急事 你以为我们会蠢得相信你第二次吗 上次你侥幸跑了 这次别想跑 这次别想跑 你还跑 你跑啊 球总 球总 是你 是你 怎么回事啊 球总 我们抓到有个小偷 我说这怎么哪哪都有你啊 跟你有关系吗 你们告诉他 你们告诉他 我这个穷摄影师是谁 我给他做个检查 检查啊 你跟我来 好 他怎么了 他内脏里长了个瘤子 虽然切除了 但是还没有完全脱离危险 你说真的是天注定啊 你离开欧诺那么长时间 一回来 先是送了你大哥一程 现在就连拉凯都舍不得 要等着你回来 谢谢你啊 这么多年替我照顾拉凯 我不是在替你照顾他 他也是我的狗 这些年 他一直陪在我身边 又用完 你说这有的时候 人跟人的感情 还不如狗 对他的主人忠称 这次啊 算你走运 我们求总 图色心肠 帮你把钱都给垫了 这可免了你的牢狱之灾 整个欧诺集团的厕所 都给你打扫 这 这整个是多少啊 我们欧诺集团啊 有酒店啦 还有这个商场 你说厕所呀 不知道 但都是你的 很 ideally 你只是他们在打扫 不哪边 的话 Osman 袁 第一次 你要留在 1700 来 怎么还睡着觉了 赶紧起来干活啊 你喊什么喊啊 不行了 你来做啊 你这小偷你还理直气壮呢 赶紧把活干了啊 真是懒得理你 喂 你好 请问是月吗 对的 昨天有一个做整容手术的病人 叫陶晓迪是吧 已经手术完了 还在昏迷当中 你们把他怎么样了 你急什么呀 麻药劲还没过呢 你要是担心他 就明天再过来看他吧 我说完了吧你就挂 这么有精神啊 到我这儿发泄了 不然怎么办 冤极你又放我鸽子 还不到你家堵你啊 你也够狠的 害我等了你一个上午了 一个上午都等不了啊 来一句啊 你这是又想看我的车尾灯了 还想试试被我抄过的滋味 不比了 不比了 不公平 你是大人 我是小孩儿 我怎么信也赢不了你 按你这么说 你肯定赢不了我 想想还有什么办法 再好好想想 先骑到那边谁就赢 少来啊 我钓了关键才能赢 来吧 不错啊 可我还是输了 再想想 爆发力你不如我 耐力可能平分秋色 速度也差不多 可是你为什么总是挡着我 你是故意的 这是我的策略 我就是要超过你一点点 然后控制好你的节奏 骑车你也玩策略 别人永远都不会告诉你答案 只有靠你自己破 好啊 那我们再来局 谁先到码头谁就赢 你这一下午都挺安静的呀 那帮女朋友没给你打电话啊 别闹了 自从你在伦敦 把洪大师介绍给我之后 我就发现 摄影比谈恋爱好玩多了 劝你一句啊 现在当董事长了 收拾心 要不然难以负重 还让别人说闲话 谁说当董事长 就要废寝忘食 热里万机了 我说将军 你在国外生活了几年 怎么就这么傲逃 真正有能力的优势 是知道怎么用人 而不是拼命地干活 我爸就是活生生的粒子 如果能有一个 我以重任的人 也不至于把身体累垮 你在我这儿都待一下午了 赶紧回家吧 还要赖在这儿送晚饭啊 你这么着急赶我走啊 是啊 我被你别了一个下午 还饭没吃 再说了 我还有很重要的事情要跟你说 你能有什么正事啊 赶紧撤 赶紧撤啊 我真的有很重要的事情 要跟你讲啊 您说 我知道我在你的眼里 还是个孩子 我自己很清楚 现在很多事情等着我去做 我得替我爸守着这一切 照顾阿姨 不断要管理好公司 还有扩展欧诺 对于这些 我是很有信心的 总有一天会实现 但是在这一天来临之期 我需要有一个人扶我一把 将军 回来帮我吧 在这个世界上 除了阿姨 你就是我唯一的亲人了 欧诺总理的位置 我永远给你留着 将军 回来吧 阿姨 听出耳风在幽默 你没走过我来世的路 美梦有新的温度 回忆有温柔的虚拟 我能看着你 就有满足 在灵魂深处 我狮子一般孤独 习惯征服却在旅途 对爱有了灵度 你眼睛人群中 明亮而清楚 于是我决定为你听住 在灵魂深处 我狮子一般孤独 习惯征服却在旅途 对爱有了领悟 你眼睛人群中 明亮而清楚 于是我决定为你听住 这城市忙忙碌碌碌 偶尔清澈 偶尔舞 高楼里进进处处 每个人都有保护 我偶尔忙碌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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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碌� 你落泪 你微笑 我都想呵护 一个吻 就找到归宿 一个吻 就找到归宿 可以去分ário 一刻你 infected